亚洲物流及航运会议2016集合于70名业界重量级奖者 面对障碍重重的市场,他们都带出正面信息 以下是主要演讲嘉宾的内容重点 一连两日的会议中,不同奖者均展示乐观正面的想法 例如有个别嘉宾就相信合并是班轮运输的趋势 亚洲物流及航运会议在亚洲同类行业会议中规模最大 这次会议吸引约2000名来自34个国家及地区的人士参与 会议瞩目之处是首天的主题论坛 一众讲者探讨中国的发展蓝图 包括一带一路的新机遇 其中一位发言嘉宾是国际顶尖贸易企业的首席执行官 我们在DP World,我们已经在40国家 77 Terminals,我们已经在1Belt1Road 一带一路被视为解决寒运业问题的积极方案 针对寒运能力过剩及运费下降的困境 我们在这一段时间的参与贸易企业 我们现在是一个与贸易企业的业务 我们现在是一个与贸易企业的业务 我们在这一段视频的业务 是一个与贸易企业的业务 一部分的业务是在未来的2.5亿亿亿 这就是一个业务的业务 这就是一个业务的业务 它标志着加拿大在国际航运业上 日益重要的角色 我们很快的业务 2007年开始开启航运区 所以接下来会是我们10年代的业务 但是在那段时间 我们在北美国最高的航运区 我们继续看到年代的变化 我们来与贸易企业的业务 我们来说这些业务的业务 是一个很快的 和价格选择得到美国的业务 第二天的会议主题 检视跨境电子商务 中国网络巨头阿里巴巴国际部门 派出代表讲解一个全新的 企业对企业 以及企业对客户的在线商贸模式 E-Commerce将来5年到10年 我觉得有三个最大的可能的方向 第一个叫社交 就是社交 在这中间能够享受购物 和交换你的思想的这一个过程 第二个我认为是个性化 购物将来其实上是一个 个性化需求的最好的体现和表达 第三个事情我认为是新起 人们还有一种不断地寻求 新鲜的体验 或新鲜的产品的需求 而这种常位的需求 往往就是我认为 就是电商 尤其是跨境电商 立足的一个最大的根本 创新是物流和航运业的未来 亚洲物流及航运会议 是亚洲最重要的年度盛事 这是一个能够把整个亚太地区 物流提供商聚合在一起的一个 conference 在思想上的交流和idea上的碰撞 会对我们商业的布局 会形成非常大的帮助 我认为是一种最大的 如果不是最大的 公司的公司和马产党 在 Asia现在 我认为是一个企业的 企业的公司 我认为这种好与好 公司的公司 公司的公司 也在公司的公司 公司的公司 公司的公司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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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